中方始终秉持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向世卫组织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 及时的通报疫情 有关中国所谓隐瞒疫情拖延通报 借疫情牟利的说法 纯粹是无稽之谈 我们也想再次的敦促美方 不要再继续玩弄推则甩锅的把戏 其实此前已经多次详细的介绍了中方 疫情防控工作的时间线 向世卫组织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 及时的通报疫情 分享病毒基因的序列 积极的开展国际防控合作 有关中国所谓隐瞒疫情拖延通报 借疫情牟利的说法 纯粹是无稽之谈 在事实面前我想不攻自破 我们也想再次的敦促美方 停止散播虚假的信息 停止误导国际社会 好好反攻自省 美国国内自己存在的问题 想办法尽快控制住美国国内的疫情 而不要再继续玩弄推则甩锅的把戏 美国的一些政客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 一再的罔顾事实 来向中国推则和甩锅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欧洲啊以及其他的国家 的确是需要做出选择 事实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在 以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 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刚才其实也提到了 欧洲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明确的表示支持世卫组织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强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 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欧盟呢5月4号举行了国际认捐大会 中国也积极的参与了 并且做出了我们自己的贡献 那么在加强国际团结合作 共同抗击疫情的问题上 中国始终同联合国 同世卫组织 以及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 坚定的站在一起 并竭尽所能做出我们的贡献 我希望美国能够看到它这个时候的孤立 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 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对台湾地区 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的安排 确保无论是岛内 还是国际上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台湾地区都可以及时有效地应对 那么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活动问题上 中方的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 也就是说必须要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处理 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 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对台湾地区 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的安排 确保无论是岛内 还是国际上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台湾地区都可以及时有效地应对 那么我们大家也都看到 这个这次的疫情发生以来 台湾民进党当局进行政治操弄 持续地炒作 所谓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和世卫大会的问题 真实目的非常清楚 就是以意谋独 那么对他的这一图谋 台湾当局的这一图谋 我们是坚决地反对 而且我们也相信台湾的这一图谋 是不可能夺成的 如果是一直在推出的 我们开始推出一维持